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晶搖搖的 抽6萬大獎 好 剛才說到什麼上升氣流 下降氣流 都是中文聽得懂 可是實際狀況好像 有聽你有懂 你要不要把它翻成英文 這個太難了 翻成英文大家個人聽不懂 對不對 所以要請專業的線上主播 介凡幫我們講解一下 到底什麼叫高激雲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好 其實要形成一個高激雲 或是其實形成任何一個 天氣形象 都需要很多的因素 昨天剛好碰到了一個因素 也不是說什麼 上層氣流 下層氣流 好 就這樣講好了 其實昨天是因為 在台灣的北部海面 有一些高層的空氣 它有一些局部對流的狀況 所以就形成了這樣 一小塊一小塊的一個高激雲 這樣的高激雲 就從北部的海面 雨露飄到了大台北的上空 所以昨天其實是 在大台北地區的觀眾朋友 看到這高激雲的狀況 是最多的 不過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代表這高激雲 要開始下雨了或是變天了 其實並不是 因為用這個上層氣流 下層氣流 形成了這個 所謂大面積的高激雲 可能代表的是變天 不過其實昨天的高激雲 大家可以發現 它從下半天到傍晚的時候 並沒有說特別的變多 或者是變得大塊 或者是變得黑 或者是整個就相連在一起了 所以它其實昨天代表的 並不是變天的意思 這真的就是一個美麗的巧合 讓大家看到了 一塊一塊棉花糖的雲 那還是穩定的天氣形態 不過今天 可能要看到高激雲的機會 就不是太大了 所以昨天如果你沒有看到的話 今天趕快去滑一下臉書 那昨天傍晚的時候 大的臉書都被高激雲給洗板了 真的是滿漂亮 滿療癒的 不過回過頭來 我們來講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還是要提醒大家 早晚現在真的偏涼喔 你知道嗎 今天早上最低的溫度在淡水 淡水一度只有21.2度 真的是涼騷騷了喔 那新屋 包括桃園的新屋 大概也只有22度 中部地區的沿海 大概也都只有23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這個東北風吹下來之後 秋天的感覺在早晚 是特別的明顯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溫度的變化 再來就要看看溫星雲圖了 其實跟昨天是一樣的天氣狀況了 幾乎都是萬里無雲 晴空萬里的一個天氣狀態 天氣是穩定的 不過因為東北風還在吹 所以東半部地區 北部的山區 還是有機會出現一些 短暫見雨值 降雨機會不是太大 那以今天來看的話 在南部地區 南部的山區 中部的山區 還是有機會在中午過後 出現一些局部新的大雨 邀請這個南台灣的山區的 觀眾朋友再注意一下了 而這樣穩定的天氣形態 明後兩天還會持續 而且甚至明後兩天天氣 還會更好 這好天氣 星期五星期六兩天都是持續的 不過到了星期天的時候 東北季風會增強 水氣也會變得比較多一點 所以從星期天到下個星期 目前看起來 北部東部地區 可能這個下雨的狀況會增加了 而且看到陽光的機會 不會那麼樣的大了 所以這個好的天氣 秋高氣暢的舒適的天氣 可能要請大家把握 今天到星期六 再來今天各地的溫度預測 我們一起來看看 今天在北部地區的高溫 有比昨天上升了一度左右 今天的高溫大概是31度 降雨機率也是低 10% 20% 甚至新竹苗栗都不會下雨了 中部地區來看看 其實24到32度的一個溫度 有的低溫比較低一點 是在嘉義大概22度左右 降雨機率也都很低 南部地區就比較注意一下 南部地區在山區 特別是屏東的山區 可能降雨的情況會比較明顯一點 中午過後提醒大家注意 高溫31-32度 東半部地區 都是全天有一些短降雨的狀況 20%到30下都不會太大 偶爾下而已 整體來講還都是好天氣 外島三個地方也都是穩定的天氣形態 澎湖金門天氣好 馬祖溫度稍微低點 在高溫的部分是29度 要注意一下 最後今天的天氣不可不知 帶大家一起來看看的是 首先還是要提醒大家 像這樣的天氣形態今天 明天 後天 中部以北跟宜蘭花蓮 夜間清晨21-22度都是偏涼的 請大家注意溫差的變化 特別是老人家小朋友 這樣的天氣很容易著涼感 注意一下 好 再來是下雨的狀況 在南部跟中部的山區 也會有一些短暫陣雨 不過這雨是在中午過後 局部的大雨要提醒大家 注意安全 不過整體來講天氣都還是舒適 穩定的天氣形態 就是秋天一個還不錯的狀況 那地形暗眉女生注意 雖然說是秋天了 但是中午的首次外線指數 還是滿高的 大概有過兩級 甚至有到危險級了 所以防曬工作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以上是最新的天氣狀況